这期视频是很早之前就答应小伙伴要做的 给自己归归冬眠的日常 没办法 今年反常的暖秋让冬眠时间推迟了近一个月 大家好呀 寒潮来袭 我们这儿上个星期还有一次升温 最高到了24度 把自己活埋很久的小冬井都从泥巴里钻出来了 结果现在温度最低零下14度 前后落差近40度 连身边的老人都说很久没遇过这么冷的天了 小冬井就又把自己给埋回去了 我也要正式给归冬眠 说是正式冬眠 其实就是给归再刷一刷滤灶 重新换次水 放到阴暗安静的角落 这就是所谓的潜水冬眠了 本来我还剩了点保水剂 想今年先用完别浪费 明年再换潜水冬眠 都已经弄好了 最后还是决定今年就换潜水冬眠 因为去年我的小杂佛在清长一个月后 还是在保水剂里拉了一大炮 造成冬眠环境污染 我没第一时间发现 结果导致同纲的一只巴西龟出眠白眼了 也是折腾了好久 把我给整后怕了 保水剂冬眠不方便观察龟的状态 不容易发现问题并及时中止冬眠 而且实践下来 我觉得保水剂冬眠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 不用定期换水保湿什么的 清长做得好一冬天都不用管 可问题是保水剂一旦被污染 保险起见就需要立马全部更换 那个麻烦劲还不如直接潜水冬眠 还有一些小伙伴反映保水剂还可能会出现冬眠期间稀释的问题 这种情况也需要重新更换 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换潜水冬眠了 当然我不是说保水剂冬眠不好 我们选择龟的冬眠方式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别人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自己保水剂用的很满意 那保水剂冬眠对你来说就是好方法 在小火山时缸里养的八哥还是有点俏假 天冷了他的脾气也变好了 放夏天我这么挑逗他早该张嘴想咬我了 把他放进泥水缸里冬眠好了 这个泥水缸里养的是草龟和小杂猴 我就不挖了让他们安心冬眠吧 等我偷偷摸摸把这个烂泥缸转移到室内 冬眠环境长时间结冰很危险 别问为什么要偷偷摸摸 妈肩打就完事了 视频的最后也是祝愿小伙伴们的爱归都能顺利过冬